尽管麦卡威仅仅打了两场季前赛,但是他也成为了火箭季前赛期间最受关注的关注的球星,这名饱受争议的球星,在一开始来到星城的时候,甚至连莫雷也一起经历过剧疑,认为麦卡威并不能给修城带来什么改变。 一、麦卡威常规赛或有作水,然而,在他驻战的两场比赛中,麦卡威场均得到17分,四个篮板以及3.5次助攻的表现,真实投篮命中率高达71%,正负值雷加20.9,虽然季前赛的数据有水分,但是也充分说明莫雷的眼光真的不赖,实际上季前赛对于大多数球队来说都仅仅是一项热身运动, 而麦卡威所面对的对手普遍是球队非正常轮换的球员,另外火箭的进攻体系,对身为后外的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舒服的Buff加成。 加上季前赛各支对方防守方面普遍过于放松,因此麦卡威的进攻屡屡的手,因此,麦卡威的表现虽然看起来相当出色,但是到了常规赛就很难再继续保持这种效率和状态了。 二,麦卡威与空位拯救者德安东尼不得不说麦卡威是十分幸运的,因为火箭拥有全联盟中最擅长调教空位的教练,德安东尼,而这一次德帅似乎给麦卡威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得分方式,让他更多的打无球。 实际上麦卡威自身拥有两个优势,分别是切入进攻和防守,实际上由于他注重的防守能力,完全能够担当侧翼球员,但是时至今日才被球对齐,用他在防守侧翼球员时,看起来非常不错。 麦卡威拥有非常出色的臂斩,这让他在协防的过程中具备相当不错的防守能力,而且在坏防的过程中也能阻止对手的传球路线,实际上只要麦卡威能够打无球,他就能在防守端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而且他防守的高阶数据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三,麦卡威仍存一大短板,或被针对虽然麦卡威在最近的比赛中,进攻端的表现让人惊喜,但是究竟能保持多久这种高效率也不得而知。 作为三分魔球的倡导者,火箭已经是全联盟唯一一支三分球,出手次数高于两分前的球队,甚至连阿里扎和塔克这种存储的篮领球员,也成功被其洗脑。 连自上场投场两分的安东尼也因为投了个中距离投篮而道歉的事情发生,然而麦卡威的外线投射能力实在是相当的糟糕,不过虽然麦卡威的外线能力基本无法指望,但他冲击篮下的得分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能够通过突破而创造犯规。 另外当火箭外线球员吸引防守之后,也能给麦卡威造成不错的冲击内线机会,加上火箭拥有哈登保罗两位传球大师,他也能很愉快的吃饼了。 不过到了季后赛,麦卡威的特点很可能会被对手针对,对手很可能会让防守球员放空处于三分线外的麦卡威,因此麦卡威的作用也将被大幅度的渲弱。 但是麦卡威仍然可以成为常规赛不错的空位替补,为保罗的常规赛,终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 不过如果在火箭能够成功转型,能成为彻翼的风险球员,也能够掩饰自身的缺陷所在。 但是这种转型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具体麦卡威能够在火箭得到怎样的改变,我们还是翘首以待吧。